我記得我在一個 DJ 比賽上認識 他們做個演嘉賓 我跟 Galaxy 做個表演 他們在台上表演的時候 我已經很留意 感覺是完全不同 因為當時我已經是 LMAF 的成員 LMAF 是直接罵你的 他們好像有一點是叫做養你 其實他們用了一個很遠轉的方法 但都認識了你 跟著完比賽之後 他們離遠兩個走過來 司君和陸影各自介紹自己 那我握手 笑笑口 那個印象很深刻的 真的很深刻 給掌聲拍名 1, 2, 3 很大的轉變 但是我們是不是有去找一找他的 VPS 叫個VC好像穿著白包 無所謂 因為我一大鳴港局 你出來,跟你出來 留意讓你的致死去淑齊 你今天沒喜歡得太好 我就想撕債 但是是不是DNA 我花紫粥,我都喜歡走 我很想看著你 為了愛你,為了愛你 為了愛你,當我來不向天賺來 現時突然越來 再飄浮到心內 你也不想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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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為什麼 會和DJ Galaxy組隊 都很神奇 因為我們認識了 DJ Tommy 在一個比賽中 他就是那個 DJ比賽的評判 就是DJ Tommy 和DJ Galaxy 我們想要一個DJ 因為我們的DJ立筆 因為 我都不記得他 他好像說很大壓力 還是我不知道 還是他飯桌沒位 DJ Tommy 那個老友 DJ Galaxy 你不如和他們夾一下 組成了農夫 DJ Galaxy 完全符合這個條件 而我們甚至是想要 一種是深藏不露 即是 不如看你都不像是 搞這些音樂的 那 Galaxy 完全做到 他的樣子 一輩子都原想不到 是和DJ有關 那他又真的是 一部 很厲害的DJ 而他也很有態度 他只有態度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 好 和DJ Galaxy 合作 因為那時候 仍然是一種 非常家庭式的 錄音方法 即是我們會在DJ Tommy 家裡的廚房 錄音 廚房 好像他那時候 有一些廣告的 在沒有廣告的情況下 不知道廚房的聲音 然後 比較集中 類似別人 在廁所唱歌 會比較好聽 那些 那時候 就要選擇 廚房錄音 其實主要是 內外沒有位置 其實他廚房和他的廳 是差一部 但是 那是一段 很開心的日子 因為 我們心目中 HIP HOP 就是這樣 大家就是 這樣錄才夠 草根 那 全的碟都會 這樣製作 但是如果 這個能夠 再重新來一次 有這樣的項目 我想都很特別 但是如果 和DJ Galaxy錄音 要很小心的是 你要有 起碼要 有兩個廁所 那個地方 因為他去一個廁所 他明明已經很急才去 為什麼是很急才去 因為 他 這個真的 很討厭 他原來 有一個癖號 是要等到最急 那個 那些東西 是說要去到 快出來 少少 他才肯去 這樣才最爽 那麼 那 他每次就會讓 成 那個情況就是 我們已經在廁所 誰知道他突然間 突然間 我不行 我真的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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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斷撞門 所以 如果他 真的要再錄音 我想他的地方 要有兩個 洗手間 至少 有四五六 這首歌 首先 一定要說的是 原本沒有想過 有這首歌 因為當時 不知道為什麼 C君 就 做了一首歌 叫ABC君 先的 我已經錄了 原來 就做了一首歌 叫ABC君 只要講自己 他還問 搞錯 農夫 一同一起 一幫忙 也不在一首歌 說自己 不是嘛 如果 砸外 有一首專輯 但一人一隻 那一首 那好 呢 你是ABC君 那我就 四五六 阿陸永 想做一首歌 說自己 阿C君 又想做一首歌 說自己 那時候陸永就有一隻歌叫456WING CWING有一隻歌叫ABCWING 兩隻都是我做的 你說456WING的構造 是怎樣得到回來的 其實是當年龍夫真的很慘 他們是連吃飯 可能兩個人吃一碗麵 即是甚麼?即是窮的 陸永就想說回他真實 唯有玩hip hop的狀況 即是我怎樣去堅持 我rap到心臭我rap到甚麼都沒做 我rap到我戶口跌到雙位素 我堅持我堅持我rap到我媽媽都聰明到 會rap我她說堅持堅持 多少錢一茶匙你都這麼大個兒子 有甚麼鬼 窮到天天坐地鐵偷雞用特櫃 但我堅持我堅持 四五六WING之後 可能反應比較好 然後順利成章 我們就開始量度另外一隻大碟 那隻大碟就叫做風山水器 當然這一個真的令到龍夫風山水器 那一隻大碟 我覺得是真正第二個轉捕點 去到做風山水器的時候 那一隻大碟 不知道為甚麼Galaxy在哪裏 認識了甚麼人 混了甚麼女兒 還是怎樣 她突然間那個音樂知識 突飛猛進 但是她都真的進步了很多 於是她又會找些 懂得彈琴的人來彈那隻歌 不會再是她自己彈 找些人來彈琴 找些人來彈結他 那時候我已經不斷不斷做結他 我都不是只有一兩個 不是說她們即叫即做的 都自己不斷做練習 然後我給了一些我練習的Bit 然後她們就選了風山水器這個Bit 後來就認識了麥玲玲 認識了玲玲姐 我們又不知道為甚麼這麼大膽 跟她說不如一起唱首歌吧 但是玲玲就是甚麼都肯試那些人 當然我覺得她當然是 看你的命 看到你兩條口會紅 看到你這首歌會紅 雖然她現在都不認識 但是我不要猜 於是她就肯跟我們唱 結果這首歌真的 得到很大的回響 有三 碎六王 我還要碎到幾歲究竟怎樣 解她出生歌時 含著金鎖匙又怎樣 解我整間屋 還小過她的座次又怎樣 解我每次買六合彩時 中一個字 是不是有出事出生開事 點 解她是我波子拿波子 我好多抗屎 她好多女士 同人不同命同姐不同病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命二混三風水 四寫五入犯太歲 六六無共都還那麼衰 不知道有沒有人發現 我們剛剛開始做風生水起 剛剛派台的時候 有一些 一路夾band玩 那些朋友說 你這份詞都頗有心思 其實我們是用 十個數字去貫穿了整個歌詞 十就是點的 九是點的 八是點的 一路這樣數下去 那這個是 就是 在以前 很多打游詩那些年代 就是很輕用的一個方法 那我們又 幾開心 可以將這個方法 用得回 一首歌裡面 那這個是 可能就是 那些人 大家就是 捉到這個 又零零姐 又覺得 裡面有些東西得意 那就 會喜歡這首歌 再鬥個圈 再轉個彎 天天有難度 再經過起跌高到低 才 粒粒 逆 再鬥個圈 再轉個彎 幾千里長路 結婚戒指 變出世子 才 粒粒 逆 第一次默大眼 其實寫《粒粒皆辛苦》 那時候就是 純粹裝模作樣 二十多歲 你對人生有多大的啟發 一路寫那首歌 寫到說死了 最後是 人生走到大半截 那時候是 純粹是 假裝有感想 其實 當然也有些 但是 假裝的元素 比較大 假裝自己成熟 但是 但是又慶幸 當時裝又裝得幾足 到現在 裡面有某些想法 其實到現在都覺得 是這樣的 又不是裝大人 裝得完 然後去到 寫《偉大行道》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 那一年 好像那一兩年 特別多人 罵那些年輕人 特別多人 例如八九十後 二千後 說他們是 完全一代不如一代 你們是廢的 我那時候 對這種說法 有點生氣 對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不如 如果你真的要和 下一輩說話 我覺得 應該要像 偉大行道的歌 這樣說 不要讓你的童年 只是充滿考試和測驗 望下過天 那麼好天 去下海邊 因為到你大了 就會忘記什麼是大自然 希望是 大家聽了又懂話 又好 怎樣都好 我覺得比較 比較易入耳 那些東西 其實說的那些 你媽媽都會跟你說 不要笑你同學仔 因為他將來可能是 和你做一輩子的兄弟 啊 順便一提 千萬不要吃煙 為什麼 因為你想像不到他有多難解 我寫給你這首歌 已經是音樂界了 我們又知道自己一定不會有型的了 全香港歌手都一定不做 我們是介意的 但是你wap的其他 流動的快慢 全部是 完全不差的 麻煩你聽聽 很有代表性的人 我們可以在意的 信息是帶到一些希望 不可或缺的朋友 我都不知道怎樣面對 農夫 永遠都不會拆火